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如路易如電,應作如世觀。 請掀開金本 第124面 124面 道俗第六行 124面道俗第六行 從小住第六段看起 讀今 當智臣恭敬度 悠悠寒有度 其中謹妙之具 須實實存養於心中 定欲自心命和為依 此最妙之觀門也 尤其以行持阻止 持戒修服 敬勤參偉 禮敬三寶 請求加疲 消除序障 開啟陣見 這一段 也非常重要 我們 我們平常 自己 用功不如法 功夫不得利 我們平常常有這種感觸 那麼究竟 什麼地方不得法 什麼地方不得利 自己也不曉得 只是懵懵懂懂懂地在這裡修學 這一段正好幫我們解決了問題 給我們一個最好的答案 過去 善導大師教導人 一切法要從真實心中做 這個地方叫我們度金 度金要支撐拱金 就是要用真誠的心 因為佛的經典 佛的言語 都是從真心自性裡面流露出來的 我們如果用分別妄想 與佛經就不相應了 所以功夫不得利 佛是從真誠心流露出來的 我們用真誠心來接受 就起感應到焦路 道理在此裡 又有還有 這是形容非常自在 非常輕鬆 非常活潑 沒有一絲毫壓力 那麼經文裡面重要的句子 到底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實在講呢 這是因人而異 因我們自己程度而異 有一些句子 我們現前感覺到很重要 有些覺得不重要 過個兩三年之後 我們覺得那個不重要的 變成很重要 很重要的就變成不重要了 這什麼道理呢 境界不一樣 境界不相同 由此可知 哪些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呢 就是現在 現在你覺得最重要 是你最得受用的 雖然佛有很精闢的開導 我們聽不懂 看不懂 不是我們現前的境界 那也不重要了 在我們現在講也不重要 就正如我們在學校讀書一樣 我們讀初中一年級 那個一年級課本對我們最重要 大學的教科是對我們不重要 我們可以不要去理會它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 什麼是最緊要的 現在自己念到有感受 覺得很有用處 能夠幫助自己改過自信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 這樣重要的開始要常常記住 常常放在心上 使我們自己的心跟佛的教會 能夠合而為一 念念當中不離開佛的教會 在日常生活當中 除世代人教 齊心動念都會想到佛的教訓 特別是本經佛教給我們 不住六成身心 經文裡面講了很多遍 不應住四身心 不應住四身心 不應住身相未出發身心 這些句子要常常記在心上 我們面對外面境界的時候 齊心動念 立刻就想到佛這句教訓 我們的心就拼了 妄想就息了 執著就放下了 這就是最妙的關門 不但是觀 觀是明瞭 了解四世與真相 要以形式來幫助行者 放下 妄想 放下 分別執著 放下 用行來幫助觀 觀是屬於解 透徹地理解 解幫助行 行幫助解 這樣功夫一定就進步了 持戒修復 持戒是守法 一定要尋規逃取 要尋世漸進 所以他這個地方持戒是廣益的 不是限制在無戒、深戒這些戒條上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戒就是佛的教戒 那麼換句話說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 我們都應該明瞭 都應該遵守 都應該奉行 這個叫持戒 修復 修復 就決定不被因果 但是 什麼是福 要能夠辨別清楚 需要剝弱智慧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的人 對於什麼是福 往往看錯 他也修錯 你看我們中國的文字 這個福跟那個禍 禍害的禍差不多 要不仔細看 把禍當作福了 你看這兩個字 寫法了很接近 這就是說明 沒有智慧的人 往往把禍當作福 把福當作禍搞顛倒了 那就答錯了 精心懺悔 懺悔 就是改過自信 真正修行的人 不在乎行事 最近 有一位同修 送了一個小冊子給我看 這個小冊子 是 《金山和佛神義諾》 《樂觀法師》寫的 《樂觀法師》 我們也很熟悉 《樂觀法師》也過世 《樂觀法師》 那麼他跟金山和佛 這個金山和佛呢 見過幾次面 在一塊曾經 度過兩三個月 對於金山和佛的行持 很清楚 他很佩服 這個人是無拘無疏 從外表看 橫向濟公和佛 看什麼也不在乎 但是 他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都與佛法相應 我看了 我看了很歡喜 過去聽說 有金山和佛這個人 這是江蘇鎮江 金山寺 金山寺的一個出家人 他的一些故事 那麼我請 居士林把它翻印兩千本 印好之後 跟諸位同學們解約 你們看看 很有趣味 真正修憲 一定要從懺悔門去修起 懺悔 範圍非常深廣 可以包進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 一切法門 沒有一個法門不是懺悔法門 懺悔最要緊的 就是改往修來 我們講改過自行 這是真實的功夫 一個人如果每天能夠發現自己的故事 那就是覺悟 那就是覺悟啊 佛這個字是印度化 翻成中國的意思 叫覺真 覺悟的人 知道自己有故事 就真正覺悟了 今天一天 每一過時 那你沒有救 那你決定沒有救 沒有過時 就沒得改了 沒得改就不能進步了 改才進 不改 怎麼會進步 改才會進啊 你沒得改 你怎麼會往前進 我們看佛在經典上所說的 菩薩從出發行動 出現位的菩薩 一直修到等著 他怎麼個修法 天天改過 天天進步 一直到最後 把一瓶聖像污名 那也是毛病啊 這一瓶聖像污名也斷了 那就圓滿成佛了 這才沒有過時 原教的佛才沒有過時啊 別教的佛有過時啊 別教佛四十一瓶無名 直破了十二瓶 那過時還多了 別教佛尚且如是 但是那個通教藏教就不必說了 怎麼可能沒有過時呢 這我們也常講 菩薩知道自己有過時 一個人也沒過時 菩薩是覺著 覺有情 有兩種人沒過時 有兩種人沒過時 原教佛沒過時 真的沒有 第二個人呢 反覆沒過時 你問他今天有沒有過時 想想 沒有 你都沒有過時 一生的過時 是不知道啊 不覺悟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菩薩 不能學凡夫 學凡夫啊 就是繼續不斷地 再去搞六道輪迴 那可不得了啊 一定要學菩薩 菩薩才能夠超越輪迴 超越十法界 就是知道自己有過時 天天不斷地把自己的過時改掉 禮盡三寶 禮盡三寶 請求家庇 這個詞啊 家庇 念破音字 跟挑手邊的那個庇 衣服庇在身上那個庇 是一個意思 古時候這個字當庇獎 也念庇 那麼現在呢 念背 這個加背 講不通 加背講不通 加批才講得通 求三寶的加持 求三寶的保佑 要用真誠恭敬 禮盡三寶 普行菩薩十大願 也就是普行菩薩修行的十大綱領 第一了就是禮盡祝福 華爺的確是值得讚嘆的 但是華爺要跟無量壽經一比啊 諸位必須要知道 無量壽經排在第一了 華爺經排在第二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無量壽經跟小本彌陀經呢 是教給我們直接念阿彌陀佛 求三寧 直接念阿彌陀佛 必定得釋放一切祝福的價值 而普行行業品呢 雖然是禁途五經的 但是他蘇 我們講清蘇 禁途三經清 大師知菩薩原同章也清 因為他講的是 都是六根經念相機 那麼普行菩薩行業品呢 就比較俗語 因為他是修十大願望 回向華采基督 比直接念阿彌陀佛 要難得多 這個念佛若一日若七日能成功 能往生 十大願望修七天 決定不能往生 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我在早年 這個學佛的時候 對華采基督 對華采基督非常非常嚮往 所以三本華采 六十八十四十 一節華采金的祝勤 祖師大德的祝書 五度搜集 我很想學清涼法師 清涼一身 將華言講五十遍 這得後人羨悟 華言以後再就沒有第二個了 《華言經》一天講八個小時 一年講一步 古時候這個寺院跟現在不一樣 古時候的寺院 沒有金燦法師 沒有法會 沒有一切的應酬 也沒有什麼觀光旅遊 寺院做什麼呢 就是獎金休息 獎金一天八個小時 它跟休校一樣 修行就是早晚課頌 早晚課頌 大概都是兩種方式 一個是坐禅 一個是念佛 所以它這個一個完整的寺院裡面 它一定有念佛堂 有禅堂 喜歡坐禅的到禅堂去 有禅堂裡面師父教導你 喜歡念佛的到念佛堂去 有念佛的師父帶領你 這個白天上下午的時候 聽聽講 所以從前的寺院是學校啊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啊 什麼時候 能夠把佛教本來的面目恢復 我們不敢奢望 希望這個世界上有一個道場 能這樣做 我們就很滿意了 一個道場都沒有啊 所以佛法今天這樣摔 有它的原因 就好像學校一樣 學校摔了 為什麼摔了 沒老師上課了 也沒有學生在讀書了 那這個修校當然就摔了 這也是我們四眾弟子 都要明了的 我們天天要報佛恩呢 怎麼報啊 一個道場每天晚上講兩個小時的筋 不行啊 不夠啊 比古時候差的太遠太遠了 不成為一個學校啊 補習班而已啊 我們居士林這個道場 現在是一天每一天講兩個鐘點進補習班啊 不能正式成為學校啊 可是這個補習班已經很難得了 別的地方還找不到了 已經很稀奇了 其他地方還沒有來 但是我們必須要想的 現在我們為什麼不能恢復呢 講金的人太少了 一天講八個小時 天天這樣講 受不了啊 必須要有幾個人講去 輪流講 那就沒問題 比如說四個人 一個人講兩個小時 一天講八個小時 一天講八個小時 還可以 還能夠維持 從前四間從零呢 有首座和尚 首座和尚有好幾位啊 首座就是將近的 一天講八個小時 住持方丈 那是校長啊 他會聘請 離請呢 從前我們說嘛 叫離請 離請法師 擔任首座 擔任將席 這才是一個真正佛教的道場 所以要從恭敬當中求 把對三寶的恭敬心 對人 對死 對我 一切從恭敬中求 就得佛加持 得佛保佑了 消除虛障 業障 是多生多解的 不是這一世的 這也是我們所受的 是果報 這也是我們所造的 是來世的意義 敘事所造作的 那個是雲 因緣 因緣結合 果報就現強 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誠心誠意 認真 努力去修行 把錯誤的行為都修正過來 這樣就消除業障 智慧就先前了 開啟政見 政見是智慧 你的思想見解不會錯誤 要發廣度眾生之大願 多經念佛 兩丈彌陀本願加持 初期張斃 皆行並盡 久久不歇 我們先看這一句 我們先看這一句 每個人都在發願 不過所發的是最皮上的願 心裏面沒發 如果心裏面要發了 你就跟祝福菩薩感應到腳 願一定要從自己心裏面發出來 佛教導我們的這些言語 我們藉著佛的教導 要把自性真正的心願發出來 這就對了 念念度眾生 這個心是真心 這個心是誠意心 這個心是大慈悲心 對如此 決定救消業障 決定求消業障 決定救消業障 story itself 怨心要是发不出来 我们的业障随时会陷进 看到别人比我好的 心里面就难过 嫉妒惩慧的心就生起来 看到自己喜欢的 贪心就生起来 那就业障现前了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贪嗔吃慢的念头生起来 就叫做业障现前 大家都知道 我要小业障 业障很重 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觉悟呢 为什么不能觉察呢 还是让它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呢 这就错了 这就是心量太小 自私自利 若能发广大心 念念为了立业一切众生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绝对不生贪嗔吃慢 所以发心摆在地上 不发心 没有办法断烦恼 四红十月 为什么不把断烦恼放在地上呢 要是我们反复来排这个顺序 应该是先断烦恼 再修法门 最后成佛道 成了佛 在道价慈航度众生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这么安排法了 这个蛮合理的嘛 为什么把断烦恼放在第一条 烦恼也没有断 法门也没有学 怎么先断众生 怎么个断法 不合逻辑 讲不通啊 佛把它摆在地上 有它的道理 这个道理太深了 心量不大了 烦恼不会断 念念为母 念念自私 你的烦恼怎么会断掉 所以第一页叫理法院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佛法 这个母私心淡了 这个断烦恼就比较容易了 道理在此的呀 大家都念四红十月 有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呢 这很重要的问题 都没有发现到 这个地方摆在第一 这意思说出来了 读经 读经 目的是开戒 是明礼 帮助我们看谱 念佛呢 是羞耻 帮助我们放下 只念佛不念其他的 事出世间 一切法 我统统不念了 只念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决定正确了 凡是念佛人 真正念佛人 一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多众生 运运都加持一切东西 运运都加持念佛人 佛这样加持 我们没有感觉得佛加持 或者我们再说白一点 什么叫加持也不懂 佛保佑 这个大家懂得 佛菩萨保佑我 我没有觉得佛菩萨在保佑我们 其实 佛菩萨念念当中都在保佑你 念念当中都在照顾你 一时一刻都没有空过 那你功夫怎么会不得力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够决察到佛保佑我们 没有决察到佛照顾我们 使我们的心太粗暗 我们的念头太砸了 我们的贪嗔痴 业障习气太重了 所以没有发现 到这些业障习气稍微轻一点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祝佛如来 确确实实 再保佑我们 再照顾我们 从无间断 那么得佛的价值 无论在既形上的进步会更快 除其障壁 仗是业障 壁是无名 对于一切法不明了 那是无名 消业障破无名 静心并静 久久不歇 学佛要有耐心 要有恒心 决定不间断 不但我们一生当中不间断 而且一定要发真正的大悦 深深事实 都不间断 学佛成佛 除了念佛往生这个法门之外 任何一个法门都不是一生成就的 我们看佛在经上常讲 修行要五无量戒 要三大二生七戒 那不是一世 我们看这部经上 佛前面说的 曾经五般事作 忍如仁如仙人 不是一世 修忍如波罗密 都修了五百世 哪有一生一世 就能成就的呢 一生一世不懈怠 还不够啊 一定要深深事实 都不下来 深深事实 对我们来讲 太难了 我们能够保证 来生还得人生吗 能够保证 来生能够闻佛往 得人生的人多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四十多亿人 这四十多亿人里头 有几个人曾经闻到佛法 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诸位要晓得 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闻到佛法了 听说有佛法 几个人曾经读过佛经 恐怕了 那个十分之一里头啊 又不到十分之一了 这读过佛经的人啊 有几个人彻底能了解呢 这么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 就剩没几个人了 然后才知道佛所讲的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个话没讲错 是四十啊 几个人把佛法搞清楚了 所以一定要久久不息 也就是讲 要发长远心 要发分 要努力 不明不休啊 要这样干啊 也许你认为 我体力不行啊 我三天不睡觉啊 这身体就受不了了 没错 你决定受不了 如果你发一个拼命的心 我就这样做下去 死了就算了 结果怎么样呢 一定是死去活来 活起来了 这一关就突破了 没有死去 你怎么会活得来嘛 你活不过来的呀 一定要死去才会活过来呀 这是真的 我们现在就讲突破 这个困难呢 一定要把它突破 突破之后 你一天睡眠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够了 你一定精神饱满 体力充沛 什么呢 三宝加持 那这加上了 你自己认为身体不行 哎呀 这为一年天 一定会倒下去 你就不接受三宝加持吧 所以你非夸不夸吗 这佛在经上 我们也常讲的 一切发从心想增了 你想病 你就会害病 想不行 你怎么会行 你决定不行 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强人 什么是强人呢 不肯服输啊 样样 我都行 那是强人啊 事情还没来 先就害怕了 先就倒下去了 弱者啊 这怎么能成功啊 事出事发里头 都不可能有成就 弱者 不是强人啊 一定要紧紧不谢 在仗见清 心见空 心空啊 就灵了 汇开观音 我发二知 见花见楚 这个效果啊 就显著了 那仗是什么 大家总应该明了了 仗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业仗啊 妄想分别执着少了 轻了 没有从前执着那么重 现在的执着还有比以前轻了 这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心空啊 心清静啊 心里面从前呢 忧虑牵挂很多 现在逐渐逐渐放下了 忧虑牵挂少了 心空啊 空了 智慧就现成了 心里面为什么不生智慧呢 因为你里面东西太多了 色得满满 贪嗔痴痴慢 忧虑牵挂 色得满满的 所以智慧啊 没有了 生起来的 通通是烦恼啊 贪嗔痴慢 他生这个东西啊 你心里面要游 游得越多 就会生贪嗔痴慢 心不能游啊 这个诸位要知道 特别是你们现在 要想学教 学经 学讲经 我们中国人常讲 哎呀 好人学问好啊 满腹经纶啊 满肚子都是的 要是真的啊 满腹经纶呢 这个人一定是供高过满 你们想想 有没有道理 他为什么会供高过满 因为他肚子里的有啊 有就坏了 佛在经纲上告诉我们 法上应时 活宽啊 非法 我们学佛法 一面学 一面识 佛法要不要 要了 马上就行 绝不执着 这样学佛法 开智慧 前面讲过 谁也得 随谁 得了就有谁 一把它拦住 就坏了 毛病马上就生了 所以决定不能够制住 要保持心地清净 空就清净了 清净心 神智慧 信心清净 这身舍下 世间人一讲 空就灵了 心就灵了 就聪明了 不空了 就带板了 会开观云 智慧开了 观是见解 你无论看什么事情 都会看得很圆满 我发而知 这是病根 众生的病根 我知根发知 渐渐地化了 我知化了 波罗法门最大的好处 破我知 荡耳化之 他跟小臣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念念想众生 念念想光大佛法 所以我的念头 私的念头 不断了 自己没有了 这叫化 法治也渐渐地除掉 法语非法 漸漸不足 法是有相 非法是空相 空有两边 都不执着 所谓水道曲成 由不其然而然 修行正果 可见得没有足矣 没有心里想着 我要去正果 自自然然正当 说实在的话 这个正果 别人说点 你正当我罗汉古了 你正得菩萨过了 你正得登地了 都是别人说的 这个修行人自己怎么样 自己心中若无其次 不但大惩罚如此 我们在本经 清清楚楚地看出 念小臣徐托还 都没有执着 我正徐托还过 没有 他没有这个念头 正因为他心地清净若无其次 旁人看到了 佛看到了 他正徐托还过了 别人说点 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一定要学习 如果要不学习 你永远不能正果 你要问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立此相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摘像 坚固的执着 你正什么果 小臣出国 小臣出国也没份了 小臣出国 这个思想是很大漠了 不执着了 他才能够正得 徐托还 徐托还以上 更不会说的 这一桩事情 譬如你们同修 到这个讲堂 来听见 这个讲堂在五楼 你们一定从底下的楼梯 一层一层上来 那一层一层 那就等于菩萨的果位 菩萨果位 是四十亿个阶 五十亿个阶级 一步一步往上爬了 有没有那个爬楼梯的 我上了一阶了 我再上一阶 有没有 你们哪个爬楼梯 是这么麻烦的 你们从底下一层 爬到最上一层 没动念头啊 若无其事 你就上来了 你要爬高一层 好欢喜 哎呀 我升了一级了 你半天都上不来啊 你慢慢在里面欢喜去了 无论大小程学人 修行 心里都是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正骨都若无其事了 修行里头稍稍有一点德 有一点领悟 就着了下了 那还能成就吗 诸位如果从这方面去想 去观察 你才想自己修行 为什么没进步 看看我们周边的同修修行 也没进步 什么原因 毛病就出了 稍稍有一点小物 就沾沾自喜 就执着了 不能够大而化之 若无其事 他做不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不能救 为什么功夫不得理 心里都常常有啊 他不是无话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佛为什么在金刚薄弱里面 这样的强调 多次重复的强调 无助身心 无助要进了 无助身心 身心还是要无助 身心跟无助是一不是二啊 二你就又错了啊 就又不得其门而入了 唯一摩金山教过 入不二发门 你能不能入金刚薄弱里发门 怎么如 佛告诉我们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把无助跟身心是二 你就入不进来了 因为这个是大臣门 大臣门是波尔门 怎样把无助跟身心 融合成一不是二 无助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那恭喜你 你就入门了 这一点意思要不能体会 今的殊胜功德利益 我们决定得不到 方法说起来很简单 很容易 若无其事就好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再看下面一段 菩萨广度众生 深深适适 不屑众生 不屑沉浸 这一段好啊 有一些修行人 讨厌众生 讨厌沉浸 离开远远的好 越远越好 以为自己得清净 其实自己并不清净 为什么不清净呢 因为佛告诉你 那个清净心 不是染尽的净 你告诉我 染尽是二法了 不是一法了 二法不是佛法了 不是佛法就不是不弱 这个地方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 六祖谈经里面记载一桩事情 能大师 刚刚到广州的时候 遇到印宗法师奖励 印宗法师奖励叛经的 听经的人其中有几个不老师 看到了个风吹的翻着动 有的人风动 不是翻动 在那里吵架争论了 他插了一句话 不使风动 不使风动 不使翻动 人的心动 印宗法师听到了 这个人见解高 讲完经呢 跟他见面 请教他 晓得他是黄梅发子 对他很尊敬 向他请教 无足任何尚 平常给你们大家开示 有没有讲禅定解脱 六祖大佛的说 禅定解脱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记住 凡是二法都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因此 修清净心 诸位一定要想的 这个净 不是燃净之净 燃净的净 都不清净 什么是清净呢 燃净两边都识了 叫清净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 得不到清净心 为什么呢 你纵然得到的 你是燃净之净 所以你不会开悟啊 你不能入门啊 我们佛门表法 常常用法轮 法轮的意思要懂得 也表一表不二 法轮表空油包 动静包 包就是一 莲花 这是我们佛门表白用的最多的 莲花表燃净包 你看莲花 生在淤泥当中 那是燃啊 莲花生长出来的时候 要通过泥上面的水 水是净啊 水是清净的 花开在水的上面 燃净都不要了 燃净都离开了 那才叫净啊 所以它不是对待法了 我们是把它看成对待 相对的 它那叫真清净 真清净是燃净 两边都不知足 这就搞了 所以菩萨度众生 生生世世 不舍众生 没离开众生 离开众生 你怎么度它 你要度它 一定要跟它接触 一定要跟它往来 你不接触它 你怎么能度它 众生的生活环境 也抱现前的 种种不同 你要不接触那个环境 你也都不要它 有些众生 生活得很苦 环境非常恶劣 哎呀 那个地方我不能去 那地方众生你就度不了了 那你发的愿是众生无边 那里都可以加个注解 那个地方太肮脏 太落后了 我不能去 那些众生我不度 哪有这个道理呢 你的四红十月不就有缺陷了 不就不圆满了吗 一世之故 鼻印不住六成身心 而后难能利益一切相 一切众生 生活环境 最悟劣的 无过于地狱 地藏菩萨 偏偏到地狱去度众生 这个大家知道吗 其他的菩萨好像没法变 我们不要学地藏菩萨 我们学别的菩萨 其实诸位同修要知道 一尊菩萨 举一切菩萨之修得 无论哪一尊菩萨 到地狱都叫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在六道里面 行旧苦旧难 那他就叫观世音菩萨 那个名号不是一定的 会常常改变的 无论哪一尊菩萨 或者哪一尊佛 在我们现在 这一个阶段 到这个世界来成佛 都叫做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要到我们这来成佛了 他叫什么名字 叫释迦牟尼佛 我们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 现在就成佛了 他要改名字 他叫阿弥陀佛 祝贝尼佛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知道这个事实 名 这个名号 代表这个地区 这个时段里面的教学宗旨 他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任何菩萨 到地狱度众生 都叫地藏菩萨 都叫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观音菩萨也不是一个人 无量无边 他是通号 他不是一个专有的名号 他是通号 好像一个学校 教过文的老师 一定都叫他做过文老师 教英语的一定是英语老师 他是通号 那个英语老师 姓神名谁 不一定的 太多太多了 这个菩萨的名号就是如此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个通号 是姓神名谁 哪一位地藏菩萨 只要你发心 修学地藏化门 你就是地藏菩萨 你如果要发心 修观音三经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发心修普行行业 你就是普行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身到那边去的 通通是普行菩萨 因为那一个世界 从下下平到上上平 都是修普行法门 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行共尊修普行大事 指得 没有一个不是 那普行菩萨有多少 无量无量无边 不但我们没法子计算 诸佛如来都算不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些道理 明了这些事实真相 以一世之故 因为这个缘故 必应不足六成身心 身心是必要的 身什么心呢 广度众生之心 但是身心不能足 这个不能足 就是心里面不能有牵挂 不能有知识 不能有分别 注意一下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环游什么人 就不是真正清净的 那叫真净的 也有分别 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就不是真正清净的 有分别 有执着 一切法都是相对的 换一句话说 把原本的一法 变成二法了 相对的了 二就迷了 一就绝了 绝是佛法 迷是世间法 事法跟佛法 迷雾之分 比 这两个字 非常肯定 一丝毫 优移都没有 必定要这样做法 你的心才清净 没有要丝毫的忧虑牵挂 然后来立一切相 与一切相上不执着 不分别 立相相里也在信前 信在哪里呢 信就在相上 信相是已不守二 我们今天见不了心 就是把信跟相又分开 又对立了 不晓得 不晓得信相是已 信相不二 只要心里头不折一切相 相就是信 信就是相 古人 古人怕初学 不容易体会 这个境界 不得已 用精气来做比喻 花言精丝子章 就是解释 这个现象 一经做气 气气解经 经就是气 气就是经 一着相呢 那经就解不到了 因为你只看在相上 你忘了它这个体质 但是经跟气 一般人都知道 气就是经 经就是气 没问题 今天我们跟你讲 相就是信 信就是相 你怀疑了 你为什么怀疑呢 这个气拿在手上 真点是精造的 我看得很清楚 是精造的 没错啊 这个相 拿在手上 这不像信 他见不到信 其实 相 就是信 至于你见不到 那也难怪 因为你没有见到真相 见到真相 原来是这样 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常讲啊 一场啊 酒杯生灭 夜阴果报的相续啊 佛讲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那个空 不可得 就是这 当体皆空 当体即兴 心不可得 心不可得 相也不可得 因为相 是心显示出来的 他所显示的 时间非常短暂 我们今天看了 这个短暂的 连续的相 相续相 难怪 一切众生 看不出来 可是 坚于弃这个比喻 里却 很接近 确实 有不少人 从这个比喻里面 开悟 向帝 在信心 信心 而后 能不动 道场 这个时候 你自信 信心 就是 禅宗里面讲的 明信 见信 你见信 见信 就是 发生 大死 就不是 普通人 见了信 之后 你就得 大自在 给你举出 一个自在 什么自在 可以分身 这个很自在 像我现在就不自在 现在过年外 有几十个地方 请我去讲经 我不能分身 如果能分身 多自在 哪里请分一个身去 这个多自在 见了信 就有这个能力了 可以分身 信身 成差 不动道场 信身 成差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经上 看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 他们生活很下意 很自在 不需要工作 工作很苦 赚钱不容易 西方世界的人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赚钱 他的生活 生活从念当中 变现 想穿什么衣服 也不要去买料子 也不要去裁缝 衣服已经在身上 一想就在身上 想坏一件 那就地就没有了 心地就来了 通通是念头 一切生活 变化所做 生活的空间 非常大 这个贤徒大自在 射方一切 读佛察徒 他想去 拜拜这尊佛 看看那尊佛 读区 你看经上讲的 那经上讲的这个比例 还不是四十真相 每一天清淡 早晨供养十万亿佛 这是佛的方便数 实际上他的能力 供养尽虚空变化界 一切诸佛如来 一尊都不漏 他有这个能力 他怎么去供呢 分身去供 自己的身体呢 还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面前 没离开啊 射方一切诸佛面前呢 他都在 他都在那里供养 都在那里文法 遇到有缘的众生呢 他也受罚度众生 你看这都自在啊 这种能力 是信的本能 只要你见了信 你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为什么佛家了 这样重视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不管修学哪一个范围 目的相同 但是每一个宗里面 说的明相不相同 禅宗叫明心见心 这个叫下来 叫大开元解 大概就是明心见心 我们进途宗里面 叫李一仙罗伦 名字不一样 其实一桩事情 一个境界 这是要知道的 所以他有能力 不动道场 信身尘差 满起上求下话之宏愿 上求佛道众生 这才真正能达到圆满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上求下话 永远不可能圆满 所以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得大圆满 你要是搞其他法门 那就难了 太难太难了 发大行 修大行 不亦难活 像前面所说的 发大行 修大行 什么是大行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一切祝福 菩萨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都是遵守这个原则 都是这样的修正 难是难 虽然有圣方便在 难而不难也 这告诉我们 难 的确是难 是真难 但是 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方便法门在 如果你能用这个法门呢 那就不难 这个法门是什么呢 方便 念云活 念佛 求生西方 谁 这就不难 所以 佛在五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在这个祝福插头当中 广大法界之中 有多少菩萨 想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 我们今天遇到了 还觉得不稀奇 许许多多菩萨 深深事实 希望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 给诸位说 他求这个法门 不是说他知道 有极乐世界 有念佛往生的法门 他要晓得了 那他就求到了 他心里想求一个 有什么法门 比较容易一点 让我们赶快地称佛 赶快就满 上求下法的约 不晓得是哪个法门 没有人告诉他 念佛法门 我们的来 并不容易 大家看五量寿经上 所说的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过去三种 无量阶点 善根佛的姻缘 现在陈述 你才遇到 你若是以为 我们这个很容易遇到 不稀奇 居四邻 四周围住的人家 他为什么不来听经 他为什么不来拜佛 他这一次没遇到 你看就在戈壁就遇不到 业障中 没法子 丝毫都不能勉强 身心不已 发愿求生 没有一个不成就 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一身成佛 不必等到第二身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不是说开玩笑的话 佛门里面没有信论 这个法门是不死的法门 一切众生 都没有办法逃过生死 唯一度这个方法 不死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死了 你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你并没有断气 你神智很清楚 眼看得见 耳听得见 嘴也会说话 阿弥陀佛来接一命 你欢欢喜喜 跟着阿弥陀佛去了 这个肮脏的身体 不要丢了 所以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这个法门 真的是不死的法门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身丢掉 换一个身 换一个什么样的身 跟阿弥陀佛同样的身 你看48月里面讲的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体皆是自摸真金色身 跟阿弥陀佛身体一样 相貌也一样 无比的端正壮严 相貌从哪里来 念佛来的 你心里面有佛 常常念佛 向谁心转 他这个相貌自自然然 就变成佛像 所以真的是不死的法门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身 整得究竟圆满的国具 原教的佛国 无量无边法门 唯独这一门 叫做当生成就的佛法 就是一生成佛 决定不等而生 所以诸位要把这个 四十真相统统搞清楚之后 你自自然然会把 所有业切法门统统统统统统 我在美国 有一位同学问我 这是法师 假如在这个《大藏经》里面 只准你选择一部经 你选择那一部 我告诉他 我决定选择 佛说阿弥陀经 为什么选择这一部呢 我晓得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 保证我这一生成佛的经典 我不选他 选谁啊 你为什么不选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太长了 我们年岁大了受持不容易 越简单越好啊 年轻的人可以选择无量寿经啊 年岁大的人不选择那个长的 选择短的 越简单越好啊 念佛念四个字不念六个字 六个字多了三分之一啊 不少啊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容易成就啊 这个喜欢找麻烦的人啊 喜欢啰嗦的人啊 根性多不利啊 真正根性猛烈的人 他一定是选择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最有效果的 那个是根性猛烈 真正有智慧会宣测 当知念佛求生法门 你看 正为法大道心者说 极为欲众 这句话说得好啊 佛讲尽头 这个法门 可以说四十九年 从来没见到过 古人所谓 千经万论 处处 处处只归也 这是真正的 净图三经 是专讲 其他诸经呢 是复旦的讲 复旦 有的讲得比较多 有的讲得比较少 像楞严经上 讲大师之念佛 袁同章 那讲得多 有些经典里面 只有一两句 劝大家了 念佛 求生净土 一句两句 如果这个经典 通通都把它 收集起来 随便看一看 就是几百步 由此可知 念佛 求生净土 佛在讲一切经 常常提起 可见的这个法门 正是为 发大道心 这书 发大道心 是什么人 就是希望一生当中 要做佛 我不愿意 再搞第二生 这样的道心 叫大道心 来生 还要做人 还有一些法师 来生 还要来当法师 这个当法师 有影 出了相 捨不得离开了 这个愿是不错 来生还想当法师 来生能保得住 这人生吗 那个不叫愿 那叫大妄想 你来生能保得住 还得人生 纵然得人生 你来生 能保得住 来生 有姻缘会出家 一般而论 在佛法里 真正修行 假修行 那个不算的了 真修行 持戒修复 真修行 来生 可以得人生 一得人生 一定去享富贵了 才三明十岁 就把你迷住了 出家的念头 就忘得干干净净 念佛菩萨来提 也提不醒你了 迷了 所以这种念不能发 非常不保险 不可靠 这个有佛力加持 这个可靠 所以正是为这些人说的 就是一生当中决定要成佛 决定要脱离三界六道 这是大道性 结尾余舍 余舍是像一般的全教菩萨 生文原则 以及修学其他法门的人 附带给他们 阿赖耶识 种一个念佛的种子而已 这是监为他们说的 其心类言 其心论是马明菩萨造的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俗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彼世间 既得完善 常见佛故 终无犹退 若观彼佛 真如法身 常情修习 彼近得生 读正定故 马明菩萨 也是念佛 求生净土 净土圣贤路里头 有他 他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是第一等聪明人 这是真正法大道性之人 他所说出来的 就是他的精英 他的方法 他成就 叫我们 专念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这要紧的是专 专就不能夹杂 夹杂就不专了 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往生 关键就在这 俗修善根 这一句话 实在讲 包含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全部的生活活动 因为 因为念念的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穿衣吃饭 待人就一切工作 没有业装不善 穿衣吃饭也善 善从哪里来呢 因为你那个心是佛心 念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与阿弥陀佛 与极乐世界 通通都相应 这上根 依这个回向 求生极乐世界 极得往生 所以我们断一切勿 修一切善 不求别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绝不求人间的富贵 有很多人到这拜佛了 你问他求什么 求保平安 求发财 求生官 他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求到了 还是搞六道 生死轮回 你说 多可惜 他求能求得到吗 求不到 天天在求 失踪 失踪也没求到 为什么 他不懂得求的方法 实在讲 佛师门中 又求我必应 没有一样求到的 他之所以求不到 他不如礼 不如法 他当然求不到 很多人在佛佛上面前求约 用的什么心态 用的什么方法 贿赂 贿赂 行贿 跟佛菩萨谈条件 你保佑我 然后我怎么样来报答你 你保佑我发财 我发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供养你 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无力 你一说 他怎么会求得到呢 实在讲 佛菩萨没有降祸给他了 已经很万幸了 他怎么可能求得到呢 其实佛菩萨不会降祸 佛菩萨大刺他 你怎么样 侮辱他 他修忍如波罗米 他若无其事 但是你决定求不到 因为你的心错了 你这个心 误会肮脏 不清净 不真诚 这样求佛 求不到 要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那在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这是决定的往生 这后面这一段 常见佛菩 终不悠退 我们想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允正三不退 这句话是偶叶大死 在弥陀金药节里面讲 药节实在讲 无怪 映光大死赞叹 即使古佛再来 给弥陀金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把药节赞叹到巅峰 顶点 没有办法比这个更高了 偶叶大死 这个解释 如佛清说 他老人家告诉我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天往生 也是原正三不退 原正三不退里面 那个关键的字眼在远 学教的同学我知道 远叫初度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 就正三不退了 但是不远 没有圆满 真正的远正三不退 以应该的来说 是等着菩萨 他这个三不退 圆满了 再破一瓶无名 他就成就尽佛了 他这个三不退 才真正的圆满 假如把标准放低一点 不要拉到他们这么高 放低一点 最低的标准 也是七地菩萨 这一般讲 应当是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不退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这样的人 一贫烦恼都没有断 凭着念佛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去 就当八地菩萨 这可得了啊 这不得了啊 什么法门能够逼呢 找不到 真是千经万论里 没有啊 一切众所插头 也没有这个事啊 只有这么一个法门啊 可惜舍佛的人 很多不认识 还有人回报 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假的 阿弥陀佛是太阳神 有人拿这些书来给我看 我说他说假的 我说真的 他不学这个法门 我学这个法门 他不相信 我相信 我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 往生啊 那哪里是假的呢 那么说这些话的人 他是什么人 我不晓得 心里想想 只有母后王才障碍 怕你往生 怕你出三戒 用一定方法来 把你拦住 拦住住 大概总是属于这一类的了 故意来掌揽你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信心 一听 心里头 马上就动摇了 你说 这都可怜了 这也是说 这一次 为什么我们要讲 金刚不如 念佛人 不能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的信心 很容易动摇 很容易被人障碍住 没有智慧 对于金刚的教义 不够透彻 我过去 在美国 洛杉矶 好像是 85点 1985点 那个时候 有人说 待业 不能往生 查遍大藏经 没有待业往生 这么一句话 有很多人就查金 查不到 所以在报纸上 发表了很多文章 待业不能往生 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 对于这个 镜中 海内海外 起了很大的震撼 十多人的怀疑 我在洛杉矶下了飞机 周勋德老居士 在机场迎接我 周勋德老居士 算很难得了 一大把年纪 那个时候 他八十多岁了 也是一生念阿弥陀佛 他对于台湾的佛教 也很有贡献 台湾大专佛学 这个运动 是他创办的 他提到的 台湾第一个大学里面 佛学的社团 是他协助建立的 我以为他念佛 还算不错了 在机场碰到我 发丝不得了了 我说什么大事啊 他说现在有人说 待业不能往生 那我这一生不就白念了 说这话好可怜 垂头三起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原来这种事情 那既然待业不能往生 就不去也罢了 他听了就很奇怪 说那怎么不去呢 我说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你想不想的 他说我不知道 如果不待业 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人 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 你去干什么 他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他很茫然 他看看那为什么呢 还是不懂 我就告诉他 我说等救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没断 那是不是要业 他这才有一点明白 等救菩萨还待业 不待业的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 经上没有说 待业往生 经上有没有讲 仕途三倍九平 他这有 这经上有 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哪来的仕途三倍九平 佛讲经是讲原则 讲原理 没有说句句话都跟你讲清楚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 你应当要举一反三 仕途三倍九平怎么来的 还不就待业多寡不一样吗 待的多的品位低 待的少的品位高 不就这个道理吗 这才把大家信心恢复了 老实念佛 绝对没错 不能听人乱说 查经 查遍《大藏经》 没有 《大藏经》上讲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看见 仕途三倍九平 就是讲你的个 没有一个不待业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一个不待业 等救菩萨都待业 文殊普贤都去往生 那不是待业往生啊 这个地方 齐心论的马明菩萨 龙殊菩萨 哪个不待业 龙殊菩萨出地 待的业还多了 待的不少了 所以一定的要清楚 要透彻教义 没有智慧 被人家几句话 就难倒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周老巨师 我真的心里很感慨 他不是初学的样子 他学佛 比我年岁九啊 我们年轻的 他比我大 大概要大三十岁的样子 学了那么多年佛 被人家一句话就难道 你是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所以薄弱重要 一定要有智慧 这是能常常见福 决定不退转 伸到西方极乐世界 语言正三不退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